9歲的小女孩能做什麼 你一定想到在玩洋娃娃 但是哈薩克有個小女孩 不一樣 這個小女孩完全不一樣的地方 在於是立剛 如果我們兩個看到他 一定要躲遠一點你知道嗎 9歲而已 要幹嘛 要躲遠一點 你看看那個9歲的樣子 這麼恐怖 你說你不要躲遠一點 他手不會破掉 這個畫面一出來的時候 你有沒有仔細看到 那個門 我們兩個還在講話的這個當下 也不過過了個十幾秒 你有沒有看到本來門板 現在變成了一個鬥兒姐 他小姐一直繼續捶 打穿 就這樣把他給打破了你知道嗎 手看了我都痛了 家裡面沒多久都要裝潢了 我跟你講 這個畫面 一出來的時候 很多網友就想說 天啊 你跟我講這是9歲 我9歲的時候 還在跟我媽要糖吃 是 差太多了 但是有網友更細心了 立剛你看一下 他在哪兒捶 他要是捶的話 應該捶沙包 我們還可以理解 但是他居然在他自己家裡的房門 就這樣給捶下去 我問你自家的門被捶壞了 那還得了 你一定覺得他爸爸 也不敢接近他對不對 當然 怎麼會這樣子破壞 不是 你錯了 我跟你講 他爸爸跟他說 你就捶吧 因為他爸爸是個拳擊教練 這樣子 他爸爸說我跟你講 你就好好的練習 你想在哪兒練 就在家裡練好了 所以我與其你把門給捶破 可是我們剛剛講說 那個小女孩多遠一點 接下來這個 我跟你講很多人都想接近 俄羅斯他就推 你看畫面上面出來 看到了這個 真是美麗 你知道嗎 但是你有沒有看到 他們穿著制服 雖然他們的裝扮也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跟你講他們是俄羅斯的 消防衣 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們就是女消防員 他們是要拍那個月曆嗎 他不是 我跟你講 他不是要拍月曆 這是人家日常的生活 什麼 真的消防隊員 不是每個消防隊員 穿漂漂亮亮亮 就是為了要拍月曆 我以為是要拍月曆 事實上這個是 他們有拍的這些 所謂的宣傳這個影帶 很多人都發現到說 俄羅斯的女消防員 好像真的很厲害 而且重點是什麼你知道 你千萬不要以為 他們是花拳繡腿 人家是真槍實彈的 在上場眼鏈 真的也要衝出去救火的 他是真的消防員 他不是模特兒來穿衣服的 所以你看他開始在爬雲梯 然後爬高牆 甚至身上要穿著 這個所謂的重裝備 你仔細看一下 事實上這些都是真正的 全副武裝 很多人就會發現到說 這些人真的顏值很棒 不知道俄羅斯的消防員 到底是怎麼訓練的 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畫面當中 我覺得他們好像 真的有練過身體 所以你看我們來看 他們俄羅斯的消防員 事實上是經過 怎麼樣一個嚴格的訓練 一般像我們看到火都會躲 對不對 對 可是你要進入到火場裡面去 你第一個 你就要先不怕火 所以你看他在整個火場的情形 你有沒有仔細看到 他那個地方這樣 噴 火在那裡燙對不對 重點就來了 我們不是只要你去把這個火 一般的火給撲滅 你有沒有看到 旁邊那個火就這樣噴 他必須要讓你了解 就是火它的整個特性 跟它的動向 居然還有真的這樣模擬的 操演科目 是 所以他不是只有弄一個 你看像我們有時候看到 某些消防演練 有沒有拿一個鐵盆在那裡燒火 就告訴人家說 這個就是我 你仔細看 他們其實在過程當中 那個火是會有生命的 你有沒有注意到 連包含了緊急救援的 這些操作模式 全部都要練習的 而且他完完全就是告訴你 講說我要怎麼樣模擬 去進入到火場的真實的狀態 所以任何一個狀態 你有沒有看到一開始的時候 不是畫面上有溫度的監控嗎 沒錯 火場的溫度其實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你要讓 你的消防員在訓練的時候 就要去熟悉那種狀態 所以你後回來看 比如說你看 他用這種高科技的方式 所以不管是男生或者是女生 事實上 我跟你講 都要經過這樣一個 嚴格的一個要求 後來大家回來看的時候 就發現到說 這些所謂的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消防美女 居然就像您說的 他不只是有他的腳好的身材 跟他美好的臉盤 甚至包含連操作這些重武器 重裝備 他們每個都OK 這麼厲害 所以我們就發現到說 俄羅斯真的是一個 很特別的一個民族 再講到這一個 我再跟你講一件事 最近在莫斯科 他們居然就決定 蓋一個很特別的設備 而且花了台幣將近10億 這個設備不得了 因為他們要蓋的這個 叫做搖滾特技武中心 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對不對 為什麼要蓋搖滾特技武中心 花十一由莫斯科市政府買單 你蓋與遊樂園還差不多吧 不是 如果是戰鬥民族的話 你要弄個什麼兵器訓練中心 我都還可以理解 搖滾武特技中心 因為後來才知道原來是 普丁下令的 普丁下令要做 你另外覺得很奇怪對不對 用這個搖滾武特技中心 到底要幹嘛 後來才會發現到說 原來普丁的女兒 她是一個搖滾武的專家 可是問題是普丁 他剛剛在任業生理 乾脆蓋健身房算了 不是 人家 因為他的女兒 你畫面上面所看到的 他那時候在2013年 瑞士舉辦了一場冠軍賽中 跟他的夥伴 得到了這個所謂第五名 這麼厲害 他不知道是不是這個 普丁榮心大悅 他就覺得說 如果是這樣 我們應該來推廣這個 所謂的特技搖滾武 因此就直接下令講說 你不要給他開新代表10元 幫我蓋了一個這樣中心 我說真的 你在俄羅斯可以這樣做 你要是在台灣這邊坐坐看 馬上就不能講說是土利 我不看到俄羅斯 居然有這樣的一個 誇張的行徑 但是這也是他們一個特色